港交所在虧一成五左右 腾讯在虧三成 现在应该如何做好呢? 如果虧一成五的时候 以现在三百六十多元 这个数字来计算 都相差五十元左右 换句话来说 观众应该高于四百元入市 所以以现时来说 大市的成交比较弱 新股市场在六月底冲了一阵之后 现在又再剩下来 所以相对上来说 没有什么的诱因 短期会对港交所有一个炒作 我相信三百五十元的支持度 都是比较强的 变成如果不是连续收下三百五十元 可以拿着货来观望 至于上网的状况来说 有机会在三百八十五到三百九十元之间 稍微会阻力大 并且如果考虑减持部分的股份 看下去到三百八十五元之上才考虑部署 如果要寄望股价去到四百元流上 返回家乡价 可能都要密切留意着 到底港股的大市成交额 会不会有一个转强的状况 我想近期来说 最主要的冲劲 就是在五月尾 这个稳经济的措施 做了第一轮之后 似乎总理李克强释出一些讯息 有机会在下半年又会再做一个找经济的措施 不排除对于中港股市会有另一次的提振 不过我相信比较大的可能性 要出台相关的政策 起码最快都要八月 变成你持着港交索都需要耐性等下